弟兄姐妹平安 愿神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我们今天就来看 菲律比书二章十六节的第一句 就是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那这句话虽然很简短 却是基督徒人生最主要 也是最明确的指标 那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这句话在这里呢 它如果我们参照原文的意义的话 我们可以说 它是表示慎重的 把某一个东西交给另外一个人 所以整句话就可以翻译为 我们要把生命的道牢牢地抓住 并且很稳妥地去交给别人 那连接着前面所说的 我们要成为明光照耀 而明光照耀的真实的意义 就是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也就是使别人得着生命的道 而得着的方式是什么 是我们自己先拥有这样子一个生命的道 以至于我们能够牢牢地抓住这个生命的道 再把它交给别人 然而这生命之道到底是什么呢 那在和尔本的圣经里面呢 至少有三个地方来说明 那除了这个地方之外呢 还有约翰一书的一章一节 以及十读行传五章二十节 那约翰一书一章一节那边说 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 就是我们所听见 所看见 亲眼看过 亲手摸过的 那这一段所指的就是 耶稣基督 他在门徒当中所显明的 那样一个以马内力的生命 那让门徒们 他们能够认识 但是我们也能够 从许多的经文 我们能够了解 这生命之道 其实就是神那完全之爱的 这样子一种生命的显露 那么在十读行传五章二十节 它是记载 使徒们被撒路该人囚禁 那主的使者在夜间 打开了监狱的门 领他们出来 那对他们说 你们去站在殿里 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 而这个地方的道 原文是rema 所以跟这边的意义 又有一点不同 那如果我们整个连结来看的话 那我们就会看到 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就是把耶稣基督介绍给别人 使他人能够得着救恩 这就是所谓的明光照耀 那对于基督徒来说 我们就要认识 那人能不能够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来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 我们自己有没有牢牢地 把主的道抓紧 抓稳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面对许多的事情 我们是不是有真实地 用和神心意的方式去处理 还是在我们的选择里面 我们仍然会有所犹疑 我常常跟弟兄姐妹分享 我们所信的 其实不是按照我们所以为的 而是从我们的选择来去认识 也就是说面对事情的时刻 我们会有什么样的选择 这就会呈现出我们真正所信的是什么 那对于基督徒来说 我们面对每一件事情 我们是不是愿意用神的爱 愿意用对神的信心 愿意用真理的盼望来去面对 那从这整个脉络来看 我们仍然要再一次地强调 其实保罗他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 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做成 或是要成为神无瑕疵的儿女 一个最重要的关键 就是我们在反所行的事上 都不发怨言不起争论 那当我们愿意这样去做的时刻 你一定会发现在你的生命中 有许多的事情都挑战你 因为让你觉得难受 让你觉得要发怨言 让你觉得要起争论 但是若是我们愿意按照神的心意 那我们就会看见基督的生命 真实的一点一滴的做成在我们的里面 那祝福大家在今天有一个美好的一天 让我们都操练 在所有的事上不发怨言不起争论 谢谢大家